我們這個 護衛表裡對不對 護衛表裡 我應該要剩那些還是什麼 好 我們先來看喔 肺大 誰是杖 誰是輔 哪一個是杖 這個是杖對不對 這個是輔對不對 好 來 我在課堂上我有解釋過 什麼叫做杖 什麼叫做輔 對 媽媽回答得出來 就是代表大家應該都會了 我知道我知道喔 他就是複雜的器官 對不對 這個輔呢 就是空心的容器 對不對 他沒有一點都不複雜 他就是一個空心的容器 大腸是用來裝什麼的 糞便 糞便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們的杖是屬陰還是陽 我們看看喔 剛才說肺包心對不對 肺包心是不是都在裡面 內側 內側是手三陰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屬陰嘛 所以只要是臟 他一定是屬陰 有沒有 他在身體是屬於錶還是裏 我們在外面曬得到太陽 是陽面 他就是錶 對不對 在內側就是裏 對不對 好 因為我們中醫 有時候會講錶病跟裏病 有沒有 其實裏病在講的就是屬於臟的病 好 錶病就是在講死的病 明白我意思嗎 好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兩大關係 就可以把它細分成 他們有脏腑關係 有陰陽關係 又有表裡關係 還有一個屬若關係 他是屬於誰 若於誰 若是連若的若 好 就說我們的肺經 他是屬於肺 肺 對不對 可是他的經絡裡面 他會去聯絡 大腸 所以有沒有發現 這個都是在我平常幫大家 複習的內容裡面 對不對 所以只要有跟著複習的話 我知道你一定都會了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胃 胃跟皮誰是臟誰是腹 好 我們來看這個胃 那麼外國 我們來看這個胃